用歌声唱出对慈激医护及志工的感谢 郭敏超下半生瘫痪了六年 这几年是苏州慈激门诊部中医科的常客 非常感谢慈激的这个大家庭这么多年以来 不光是在比如说治疗方面 还有生活方面的给予指导辅导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天是苏州慈激门诊部五岁的生日 院方用中医一诊回馈社区民众 志工在倡导健康动一动的同时 也积极推广舒适 在现在灾难提传的时代里面 我们会继续养殖上能给我们的死病 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守护癌 同时会推广舒适 五年来苏州慈激门诊部致力推广预防医学 对当地的医疗人文也产生善的带动 门诊部的医护同仁从刚开始单纯的只是一个医疗 医疗的一个服务者到现在是在陪伴大德的当中 也可以感受到也是非常的有刺激人文 医疗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在国内也只有唯一的一家 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慈激医疗的这样的人文 能够融入在这个在大陆这边 让不断的去让大家了解去学习 有别于大陆其他医院的医病服务 苏州慈激门诊部现在踏稳脚步要越来越进步 我们五岁了 祝福苏州慈激门诊部生日快乐 大爱新闻 这是米知公 杨清辉 张秀英 胡建峰将苏报道 大爱新闻